刘小姐是吧 对 是的 这里有一个您的镯子 哇 你那里有砖跟瓦 对啊 你这里的瓦卖吗 我觉得那个瓦好漂亮 不卖 都是以前的 看着就喜欢 改天去你那里囤瓦 有瓦 那咱们看咱们这个镯子先 镯子您是想知道它是真是假是吗 对 是的 这个多少钱买的呀 我不太清楚 是我妹妹买给我的 想知道大概多少钱要我 我好买东西 这个送给她呀 想着还礼是吧 是的 亲妹妹 我有两个妹妹 亲妹妹的话就谈不上还不还礼了 这一个的话是个真话 这的橙色有点不好 然后其他的地儿的话还真的 豆种的这么一个镯子 然后带浅绿底色 这里呢有黑乌鸡飘花在这呢 一点点那我看到了 就这里 然后会有一些微抠手 但它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实天然的东西也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这是鉴定证书 翡翠A或天然的 然后放大检查是纤维助力胶织结构 没有染色填充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大概多少钱呢 那要看你妹妹在哪买的 我可以知道吗 实体店这些 实体店买的它相对来讲会比较贵 在惠州 惠州那就更贵了 你妹妹做什么工作的 在工厂里面上班了 他很舍得呀 他对你 这个按行家来看的话 它的种水等级没有那么高 就这样一个没有外列的一个镯子 你拿到市场上去流通 特别是惠州 二三线城市里面 它是很贵的 要不要大几千都要 要在他那拿肯定是要的 工资也就四五千 然后买这么贵的东西 所以就是亲妹妹嘛 你妹妹工资四五千 在工厂里上班 还愿意给你买这么贵的一个镯子 挺难得的 这亲姐姐呀 你大她多少岁 她21我23岁 你才大她两岁 那可见你小时候应该也挺疼她的 那你这个妹妹好好珍惜吧 她真的是把姐姐放在心上了 我大我弟弟一样大两岁 到现在为止什么都没有送给过我 没有那么疼我 还是多生几个妹妹吧 姐妹之间有个照应 等着爸妈没了 真的是需要姐姐妹妹牵着手 才能熬下去 那我给您邮寄回去哈 好的 谢谢啊 拜拜 真的是血浓浴水 我真希望我弟弟也能对我这样